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家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602集 真的 老高乐的嘴都喝不拢了 我就知道这么热闹的事情林兄弟一定不会错过的 相亲 大家都去 这银货倒是时刻不忘那点破事 林万荣打了个哈哈的 什么刁羊刁狼的 现在我还没想好 到时候再看吧 另外 克兹尔的十万大军明早就要开拔 胡德哥 你派几个精干的弟兄确认此事 他们离我们越远那就越安全 老胡当然明白这事的重要 急忙点了点头 末将认为可由许镇带领两路赤猴 去探这十万敌军的行踪 许镇少年老成机智灵活 从他能追踪着林万荣的步伐 翻越贺兰山天谦 进入草原就可以看得出来 林万荣点了点头 忘了许镇几眼 怎么样 小许 有没有问题 许镇兴奋地抱拳 请将军放心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追踪这十万大军 最要紧的是要保持距离 绝不能让胡人发现 否则便会偷击不成十把米 一旦被人发现 以陆东赞的聪明 猜透林万荣的目的 绝不是什么难事 细细向许镇嘱咐了几句 小许一一点头记下 这才退下准备去了 林万荣脸色一正 我们现在距离可自尔 仅仅三百里的距离 稍有不慎就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在许镇没有传回确切消息之前 我们的行动一定要谨慎 宁愿等上一两天 也不能被胡人骗了 诸人积极点头 林万荣恩了身 突厥诱王屠所佐 今夜塑在乌湖边上 离我们仅有二十多里的路程 嘱咐前方弟兄 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监视 欲有异常的情况 即刻来报不得延误 得令 众人急忙抱拳 齐声大喝 把手头上的事情交代清楚了 诸位兄弟都散去 林万荣黑了身 问身边的高求道 玉岩在哪里啊 高求王远处茂密的青草丛中一指 在那儿 好几个兄弟看着他呢 林万荣放眼望去 远处大片的青草 足有半人来高 生长得茂盛繁蜜 仿佛绿色的波拉 中间被开辟出了一块平整的草地 一个柔美的身影 静静坐在地上 手里拿着几把青草 也不知道在编织着什么 林万荣哼了声 把脚就往青草丛中走去 周围将士见他到来 急忙起身恭敬行礼 林万荣摆了摆手 冲众人微笑 沙沙的脚步声 惊动了物资专注的玉佳 他抬起头来 望见林万荣又黑的脸庞 惊了一惊 忙将手中的草醋 藏在了身后 林万荣也不说话 缓缓迈步踏了过去 目光有如实质 冷冷地射在着突厥少女的身上 月言不服气地抬起头来 勇敢与他对视 过不了片刻功夫 又无奈地垂下了头去 将手中的绿草握得紧紧 很悠闲吗 玉佳小姐 林万荣黑黑了一声 冷冷开口 阴阴的腔调 叫月言颇绝不适应 他抬起头来 倔强望他一眼 悠闲又紧呀 还不是拜你这流口所赐 把他给我绑起来 玉佳话声未落 林万荣以黑着脸怒吼一声 那咆哮的模样连跟在他身边的高球也是吓了一跳 得定 早有几位将士跃众而出 虎狼一般向玉佳冲去 便要拧住他的胳膊上绳索 不要碰我 突厥少女战红了脸颊 奋力甩开身边的大华军士 急急后退了几步 叫声怒道 你们这些大华男人 谁也不准碰我 他愤怒的时候 眼中冷芒急闪 脸上有股高贵威严的气势 叫人不敢侵犯 不准碰你 下火啊 林万荣撸起袖子 面含冷笑 杀气腾腾的向他走去 我就是大华男人 你看我敢不敢碰你 他脚下夹劲 每一步都故意重重的踩在草地上 青草花花作响 声势甚是威严 欲加脸色一变 手中冷芒急闪 却已掏出了那把真弱性命的金刀 冷冷的刀锋直指林万荣 我老公你敢 奶奶的身为俘虏 却从没有做俘虏的自觉 都到这时候了还敢这么好 林万荣心中冷笑 刷的剑步冲上前去 看准他握刀的手腕便是狠狠的一拳 他这人习武虽是连半吊子都算不上 可毕竟也是在萧小姐身上练过财补的 论起蛮劲力起来 连最强壮的胡人都会暗暗的心折 这一拳呼呼声风 带着强烈的劲气直往月眼手腕砸去 下手全不留情面 欲加惊呼一声便要撤掉金刀 只是手腕还没来得及移动 已经被他紧紧地抓在了手中 做得声势虽是吓人 这一拳击到少女身上 却已经没有了几分力道 欲加还要再挣扎 林万荣手上略意加劲 突厥少女便哎呦一声 眉带紧皱 手掌不自觉地松弛了下来 林万荣将他手腕扭住 花得夺过那明灿灿的金刀 看也不看刷的一刀迅疾自他耳前划过 突厥少女啊的尖叫一声怒道 我老公 你对我做了什么 哼 理个饭而已 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林万荣不紧不慢地冷笑 刀锋挑断的几根长长的绣发 在空中轻舞飞扬 缓缓地飘落在地上 欲加脸孔一热 转身怒哼道 你除了会欺负我 你还会做什么 没出息的大花人 我欺负你 林万荣眼神一闪 黑黑冷笑 这家小姐 你太抬决我了 咱们今天到底谁欺负了谁 你比我更清楚 月眼好笑地看她一眼 听你的意思 难道还是我欺负了你 恬不知耻四个字 用在你身上 真合适 一簇沾着水珠的花草 已被重重地扔在了她的脚下 淡淡地清香拂过鼻孔 高秋嗅了几口 却迫不及待地 打了好几个喷嚏 林万荣老脸发黑 紧紧盯住她 皮笑肉不笑道 谁比谁无耻 谁又在欺负谁 玉珈小姐 你倒玩傻子呀 这是什么 我欺负你了吗 玉珈抬起头来 眼中竟是闪过几次天真无邪的光芒 林万荣恨得咬牙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会医术了不起吗 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这人也好意思在我面前说无耻 突厥少女好笑又好气 低下头道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老高 把他绑了 林万荣怒吼一声 将玉珈手腕一拧 大声吩咐道 高求黑黑音笑 取过绳索急不上前 正要动手 却听玉珈尖叫一声 慢点 动手 林万荣的声音抖得增大 有着不容置疑的威力 玉珈却是更加的兴力 猛的回过头来 双眼圆睁 怒道 要帮我 也只准你动手 少女激怒之下 脸孔张红 苏兄极具的起伏 眼中神光湛燃 勇敢地与他对视 有一股凛然不屈的味道 这算是什么 要求还是威胁呀 但我不敢绑你嘛 林万荣心里恼火 往外一伸手 高求偷笑着 将绳索递了过来 林万荣哼了声 把玉珈柔软的双臂 附在背后 将绳索缠了一道又一道 将他身子绑得 跟个粽子似的 临到末了 还意犹未尽地拉了绳索 恼怒之情 一余言表 老高看得是暗自吐舌 林兄弟今天是真的恼火了 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呀 突厥少女 银牙紧咬 倔强地偏过头去 看都不看他一眼 深邃的双眸 隐隐有些湿润 诶 这是什么 高求叫了一声 目光落在月牙修长的玉手上 突厥少女被绑得丝毫不能动弹 掀手中紧紧握住一簇青草 宁死不肯放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又有阴谋诡计 林婉容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去掰她的手腕 突厥少女却不知道 哪里来的尽头 双臂不能动 那纤细的玉手 却似铁钳一般 握得紧紧 林婉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忙得满头大汗 却也没将她手掌掰开 彻底的着脑了 林婉容刷子拔出筋刀 黑的一身 便要将那粗青草截断 不要 郁家急急的欺换了身 被绑得紧紧的身体 软软的瘫倒在草地上 她脸颊埋在青草中 柔软的香肩微微颤抖 仙巧的玉手 终是缓缓地松开了 终于消除了一次危险 林婉容长长地虚了口气 急忙将那粗草取了过来 扫了一眼 却是有些发呆 郁想中的危险品 却是个青草扎成的草人 虽然是青草编织而成 但郁家的手艺 也是非同凡响 这草人做得有鼻子有眼 有头发有衣裳 看得甚是分明 诶 好像有点眼熟啊 林婉容疑惑地摸了摸鼻子 这草人的脸上 用眉笔画上了眼睛鼻子 寥寥几笔 却是生动鲜明 虽已经扯得有些松散了 依然能看得出 那贼眉鼠眼的模样 青草编成的头发长不长短不短 做成了胡人的样式 那身上穿着的也是突厥长袍 乍一看上去模样极为怪异 好像是个胡人 高求盯住紧瞅了这儿 接着又摇头 可是看这表情模样 又好像是林兄弟你 你怎么变成胡人了 岂灾怪也 老高一语点醒梦中人 林婉容恍然大悟 这分明就是做了胡人的发型 穿了突厥长袍的林三嘛 难怪那脸盘看得如此顺眼 如此的帅呢 高求也瞅出了些端倪 凑到林婉容身边 神秘兮兮兮道 林兄弟怎么办 要不要给他松板啊 松什么板 林婉容恼火的看他一眼 这分明就是故意诱我的 还想把我变成突厥人 当我是这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吗 突厥人有我这么帅吗 有道理有道理 老高忙不迭地点头 把那草人胡乱地塞进衣中 林婉容黑黑了几身 将那湿淋淋的花草捡起 缓缓凑到月眼小巧的鼻子边上 突厥少女急忙避紧了呼吸 忍不了片刻便咳嗽了起来 玉家小姐 还在说我欺负你吗 这味道我可是闻了一个时辰 林婉容神情渐冷 你自己调配的药物 自己都受不住了 月眼哼了一声 终是不再反驳 林婉容叹了口气 唉 以多种草药搭配 溶于水中 散发出特殊的气味 没准再过上几个时辰 水质还会变色变味 是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 玉家终于开口了 在事实面前 他再无隐瞒的必要 林婉容嘻嘻一笑 嘿嘿 其实这也不难猜 乌湖是克兹尔饮水的源头 要引起你族人的注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乌湖变味变色 而你精通医术 恰好就有这个本事 只要有你的族人在湖边发现异状 他们必会将这异象向上禀报 也定会有人来此查看 嘿嘿 我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很聪明 想出这么个绝妙的主意 通知你的族人 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和我的兄弟临走之前 不得不捞了一个时辰的水草啊 望着他湿漉漉的头发 欲加哼了声 你也不笨 只可惜 我还是没有成功 林婉容哈哈笑道 怎么说呢 其实啊 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说你运气差吧 药草材放入水中 还真就有人来了 说你运气好吧 偏偏来的这人 是你的青梅竹马 他熟悉这味道 更熟悉你的个性 竟把这求救信号啊 当做了你玩闹的恶作剧 越是相熟 就越容易误事啊 什么青梅竹马 你到底在说谁啊 月眼满脸的疑惑 还能说谁啊 不就是你的老乡好 你的亲亲 突厥有王大人吗 欲加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你是说 图苏总 他怎么会在这里的 佩佩佩 你胡说什么 他怎么会是我的亲亲 原来你也知道亲亲这个词啊 林婉容嬉笑道 你否认也不要紧 反正突厮佐和你关系密切 这是假不了的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 位高权重的老相好 真是意外惊喜 我再说一遍 图苏总不是我的亲狼 欲加看了他一眼 忽然冷笑道 明白了 原来你在醋吃 什么醋吃 林婉容愣了愣 旋即大笑道 那叫吃醋 欲加小姐 你的大华语还需要多加练习啊 喂 佩佩 谁吃醋了 你说是谁吃醋啊 欲加看他一眼 不禁不慢道 你说我吃醋 欲加小姐 做人可要摸着良心说话 林婉容睁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奶奶的 这丫头的自恋远超我百倍呀 你真的不吃醋吗 欲加双目远睁 狠狠望着他 眼中引诱泪珠旋转 不对呀 我明明是来收拾这丫头的 怎么又扯到吃醋上去了 林婉容恼火的摆摆手 还未说话 欲加却已是暴怒了 我老公 你快回答我 回答什么 林婉容美好气的答道 欲加呆呆望着他 刘寇却是满脸的严肃 眼珠子呼啦呼啦的转 少女双眸微闭 两行青泪夺矿而出 咬牙道 好 你很有原则 我老公 你记好了 做出的决定 就永远不要后悔 这话说的 我做出了什么决定啊 我又后悔什么呀 林婉容摇了摇头 见欲加闭上眼睛 似乎什么都不愿意说了 他也有些异性阑珊 高求小心道 林兄弟 现在怎么办呀 这丫头可是狡猾得很 把他绑成了这样 他再狡猾又能怎样啊 要是还能叫他耍出手段来 我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林婉容拍拍老高的肩膀 叹道 高德哥 欲加的危险性 想来你也清楚了 从现在起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解开他的绳索 后面 他还会有大用场的 明白 雕狼大会嘛 突厥有王还等着他呢 老高嬉笑言开道 雕狼 这词还用得真准 林婉容看了看 蜷缩在地上的欲加 摇头苦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